如果你脸上的包包痘痘加起来超过30个的话 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 有些小天使总是有强迫症附体 忍不住去挤痘 护缩小精灵拆解稿测评 做好了必做的基础护肤 下面我们来捞10块钱有关于紧急去痘的问题 去痘的前提就是你得长痘 学会去痘之前我们得先摸清长痘的原因是什么 痘痘的原因 它主要源于皮肤油脂的过度分泌 引发皮脂腺导管堵塞 细菌感染从而破坏肌肤环境导致炎症 于是就恐怖的暴斗了 所以扣油给肌肤打造清爽 有氧的健康环境才是重中之重 痘痘的原理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有很多潜在的诱发因素 自从是无辣不患的小天使 油渣食品和甜食爱好者 熬夜粗粗的小宝贝 烟酒馨人等等 都点到明的扣衣 以后该怎么做 不用我说了吧 如何去的 别看痘痘说来就来 但它却没那么容易走 一言不合就复发 而且目前就连医生 都没有办法跟治这位危险的朋友 我们能做的就是 坚持改善肌肤环境 不给痘痘可乘之机 主要遵循两大原则 第一 控油 适当清洁面部 给肌肤打造清爽 有氧的健康环境 第二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少吃辛辣 油腻 高糖分食物 不要熬夜 具体来说呢 轻度痘痘和重度痘痘也要区别对待 仔细观察一下你的脸 数一数你脸上的粉刺 除窗加上黑头白头的数量 究竟有多少 如果总共不超过30个 说明你是轻度痘痘 可以自行在家处理 如果你脸上的包包痘痘 加起来超过30个的话 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 包括长了没有浓头 质体很硬的阶阶痘 或者感觉下面有液体的囊肿痘 建议直接就医 遵循医嘱治疗 根据不同情况 也可能服用抗生素 抗激素的药物 拆解去痘小课堂 一 清洁 对付痘肌 首先要正确洗脸 做好清洁 轻柔擦干 切剂用力揉搓和过度清洁 二 使用去痘产品 之前拆解测评过的K乳 鱼是制软膏 流进水 去闭口 水药酸棉片日常清洁 另外还有阿尼帕林 塔莎罗听或者是微酸药膏 三 刷酸 低浓度的护肤类的果酸 可以长期作为预防长痘的日常护理 痘肌最好2-3周刷一次 色素性皮肤可以3-4周进行一次 5-6次是一个疗程 刚刚做好皮肤光电治疗者 不建议马上进行刷酸 至少要等4-6周之后再进行 如果选用高浓度酸如韧儿酸 也就是多菌花酸 高浓度达到15%也可以 建议少量尝试仅遵遗嘱 四 医美手段 如果想追求最直观的效果 还是要根据资深的情况 选择借助点针激光 光电脉冲 微针去痘等医美手段 五 姨妈痘和孕期长痘 其实这两者都是因为身体变化 代谢和激素水平出现的短暂异常 这时候更要做好正常的清洁 注意情绪和饮食 大姨妈传完门 会亲自把她带走的 哦 对了 有些小天使总是有强迫症附体 忍不住去挤痘 这个时候一吊 管好自己的手 简单来说 不红肿的 比如粉刺就可以真青 而红肿有炎症的 比如说丘症 结结 囊肿就不要轻 更不要挤 因为炎症分泌物深入真皮层 很容易变成疤痕 手动挤痘或者是真青这个过程 会加速分泌物的渗入 乖 听我的 咱们还是好好听医生了吧 而物理敏感肌的小天使呢 如果长痘 就要做好保湿和防晒 两门基础必做功课啦 千万不要随便耍算 好好护肤 好好翻看拆解的网客视频 去度过程中 可一定不要再烂了脸啊 护肤小精灵 拆解搞测评 下期继续答疑同样紧急的皮肤敏感问题 游逼再见咯 拜了个拜